我以前都練AE啦 那可以幫我解決一下那個後影片嗎 我們的章案叫做 他出入同溫層多立場資訊平台 那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時常在那個 同溫層裡面感受到 我們資訊應該長這個樣子 可是忽然去問其他親朋好友 我就會發覺資訊可能長得不太一樣 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以最新的例子來說就可以想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一些問題 就是在我們最一開始關於疫苗的時候 就是剛才一開始的那個台灣的疫苗主要是兩種 一個是莫德納 一個是AE 那我想問大家 就是在我們最一開始關於疫苗的時候 當時的氣氛氛圍 不是說你自己個人立場 你比較偏向說你那時候才能感受到的 你覺得 AE比較好的舉手 可以嗎 AE比較好的舉手 好 有四位 好 覺得莫德納比較好的舉手 好 很明顯好像是莫德納 好 謝謝方向 好 那接下來就過了兩三個月 三四個月了 好 大概最近好了 或者是一個月前左右 那大家感受一下 一樣 這時候問題是 覺得AE比較好 還是覺得莫德納比較好 還是覺得好像差不多 來三個選項 第一個覺得AE比較好的舉手 四個五個好 比剛才多一點 好 覺得莫德納比較好的舉手 好 一二三四五 好 覺得差不多的舉手 好 差不多比較多 謝謝方向 好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難道是因為 有一個關鍵的資訊 關鍵的數據 讓你們感受到 說 效用不一樣嗎 是因為這樣嗎 有人覺得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會認為說 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數據 所以你們改變你們的想法 有這樣的嗎 好 好 那 這件事情就是延伸到說 我們到底想要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在於說 同樣在講述一件事情的資訊 會因為不同的立場 產生不同的想法 那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想要讓 一開始我想要讓莫德納 就是換手比較多的人 那我就會大量的 那個媒體資訊 讓你們感受到說 好像莫德納比較好 那 所以我們想要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說 不管是投溫成 或一溫成 或者說今天很多 那個資訊媒體的曝光 然後造成大家接收到的資訊 會非常亂 或者是 可能 掌握媒體的力量的人 他們就比較容易去控制大家的思想 好 最後問題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想像是這樣 今天你要搜尋疫苗 那這時候 有一篇A資訊 他是講莫德納比較好 這時候他可能會有很多立場標籤 那 B資訊是講A0比較好 他會有很多立場標籤 我們希望說今天呈現的不是因為 可能有100篇 莫德納比較好的資訊 然後只有10篇A0比較好的資訊 所以你們一看到就會覺得莫德納比較好 不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 有的 同一立場的 你會先看到一份資料 另外一個立場會再看到一份資料 然後在一個立場會再看到一份資料 你先看這三個資料去做一些想法 然後 大概是這樣 然後去讓你們可以直接去看相關的內容 那 還有一些相關 就是說你這個益文成 要直接 想要找 OK 不好意思 好 那大概是這樣 謝謝 要幫我提一下你想要找什麼樣子 好 對好 我們基本上想要解 那我們也請下一個選擇 對 前後端的那個工程師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中間的那個過關主牌 然後 還有一些就是想要了解議題的朋友 因為我們有時候一開始的文章 要去做一些議題 立場的一開始的那個評估 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先到 到 等一下到我們左側後方這邊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